話說來到秋冬,我覺得是我一個很喜歡的時刻 因為我本身化妝都比較誇張 而唇色更加是我喜歡的一環 未到秋冬的時間 就可以拿正牌塗一些誇張一點的顏色 然後說我自己很fashionable 大家好,我是Carmen 大家好,我是Lidi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全部女生都很喜歡的秋冬最愛神色 我們請了Lidia 她作為一個小麥肌的代表 和我正常膚色的代表 我覺得也是一個挺有趣的比例 看看我們這兩大膚色所選的秋冬很喜歡用的顏色 有什麼分別 如果你是小麥肌的話也可以參考Lidia的選擇 對,因為我是比較黑 所以我不可以選一些很粉紅的顏色 如果比我,我會選一些啡色調和橙調 看起來人都會精神一點 整個人好像提亮和有一點顯白 首先,我第一個選的唇膏 是Charlotte Tibbury的Born Girl 其實Born Girl是偏有啡調的豆沙唇膏 如果它是一個很薄的唇膏 我覺得很日常的豆沙色 但如果你厚塗一點,就是比較啡調 很有氣場 可能你會覺得很難保持 其實不是冬天的時候 只要有一個很簡約的妝容 只是畫一條眼線 然後塗這個就很有氣場 很有型 而且我覺得這個顏色也比較有復古感 如果有一些復古的裙子也搭配得不錯 我覺得現在這樣塗,有點像MLBB 即是有氣色 對,我也想說 因為它日常都用得到 對,很好 每天的顏色 對,對 我想分享我第一支 都在塗這個顏色 就是YSA Water Stain 613的Cascade Bordeaux 其實它是一個奢尼紫紅的顏色 它這個方法也是可以製造 如果薄塗的話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approachable 都算是daily color 即是梅果的顏色 但當你繼續戴塗口 它就會越來越變深 越來越glossy 也越來越偏向走紅色 但我覺得是有味道中毒的效果 這個方法本身是很保濕的 我覺得現在已經大落了秋天 它是我今天介紹的 那麼多的lip product 是最保濕的那支 所以如果你本身唇比較乾 或者你不介意一些glossy effect 的lip product 都可以試一下這條line 而且它這個 食力真實在glossy的程度 你不會覺得很浮誇 不過也是很美 其實它就叫Water Tint 它的質感是很薄的 我不可以說它完全沒有膩膩膩 但是它真的很舒服的程度 它的Tinting效果是油的 但如果你說吃一些很油的東西 我始終覺得吃油的東西 都會有落妝的效果 那這樣就算了 你說很油的都不夠 這個油的 我覺得不算是缺點 一天補一兩次唇膏 都不太麻煩 都是正常 好 第二支我會介紹 Mistin Amore的9號色 它也是很紅的 為什麼我會喜歡它呢 因為它有奶茶色的感覺 太奶茶 真的不是太適合奶茶 對 比較啡色的顏色 啡橙色 我覺得它也是日常會用到的顏色 其實四季都會用到 但是為什麼我會介紹它呢 因為我覺得冬天的時候 一定會穿一些全白 或者白色色 或者啡色 我覺得搭配這個真的很好 而且我覺得這個 如果你想試咖啡色的唇膏 我覺得這個是入門版 這個不是很硬性 因為這個偏橙 所以所有人都可以拿到 我覺得這個不單是小麥肌 是普通膚色的 也是可以拿到 所以大家如果是泰國的話 就可以買這個Mistin牌子的唇膏 很好 這個顏色 而我想分享另一個 四季八搭的顏色 就是這支MAC的 Poward Kids Lipstick系列 A Little Chains 其實它是一個 Medium Pink 因為女生可能冬天都會穿 淺色的衣服 尤其是粉紅 配米白 那些都一定會穿得到 這個顏色 我覺得我很喜歡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喜歡塗太淺的粉紅 我覺得太日替 而且嘴唇好像變成蒼白 很奇怪 我覺得我自己看不習慣 所以我喜歡這支 是它 算是淺 但又多鮮色 而且不會太淺 不會太深 不會變成桃紅 所以我覺得 它是在中間 拿到一個很好的平衡 所以我也很喜歡這個顏色 這個質感其實是一個 MAT的顏色 如果秋冬覺得比較乾 甚至你喜歡一些glossy 但有時候想塗MAT一點 我自己都很喜歡買MAT 就是因為我可以搭一些BOOSTER 或者你自己有的潤唇膏 因為MAT 加一些潤唇膏 會變成亮亮的 會變成兩種質感 其實都不錯 雖然它是牙色 我覺得它算不太乾 當然你嘴唇 可能過了幾個小時 或者喝不夠水 那天會比較乾 它都會卡唇膏 但我覺得是可以接受到 而且塗上去的時候 感覺到它的展現度很好 所以這支我都推薦給大家 很快 我們就換了一個新的唇膏 現在第三支我想說 就是這支 AMANI的唇膏 它是紅色瓶 它是爛蕃茄色 沒有記錯 應該是301號色 我覺得它也是很百搭 四季都可以用到 而且它也比較潤身 其實我不用打底 直接塗就可以了 我想說這支顏色 是很顯氣色 整個人好像 很明顯的 即是青春活力回來了 這樣的感覺 回春唇膏 所以對於我這支皮膚 比較小麥基的感覺 只要你塗上去 整個人就好像精神 沒那麼顯黃 所以我也推薦 如果跟我差不多膚色的人 可以試一下橙色的唇膏 橙紅色的唇膏 都會令你的氣色好很多 我也覺得很漂亮 會令我很想看著你 當然是複製了你的眼妝 但我覺得很漂亮 本身的事 今天也是 到我了 我想分享的這一支 都是帶一點橙色的 它就是MAC的MAC Lipstick 這個顏色就是它的黃牌Chili 這個顏色我喜歡它 其實它是偏橙的紅色 但它沒有正紅 那麼兇的氣場 是一個比較接近的紅色 我之前試過可能穿西裝外套 即是灰黑色西裝外套 這樣穿這個 都沒有那麼兇 但又有那種 我很純 我有Style那種感覺 而且我覺得它很顯白 塗上去它的膚色和牙齒 是特別白的 所以我也很喜歡這一支 而且這個顏色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覺得它可以 又是可以Layer Up 即是如果用點點點的方式 它又是一個比較自然的 有氣色一點點的橙紅 就沒有去到這個 我現在塗這個Fullips的效果 也是叫做一個比較白搭的 一個顏色 總之是有氣勢 或者抽都不是很多 那些白色的 因為這個帶橙色的 其實有適合 所以我覺得是很白搭的顏色 好了 最後來到這支Mask Arrogant 其實它就是一個 比較歐美感覺的 是啡紅色調的Lip Gloss 它是超級遮遮你原本的唇色 如果像我這樣 我本身的唇色是比較深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輕力地塗一層 就已經可以遮到本身的唇色 所以我都很驚喜 加上它的玻璃嘴的效果 是很漂亮 還有很有個性 因為你很少會有這些 那麼啡紅的唇膏 但是它是Lip Gloss 所以冬天塗我覺得是很有型 我會穿皮褲的時候 我就會穿它 而且它是不會顯得我皮膚很黃 而且很深的 真的 是嗎 是OK的 所以我都覺得 大家如果很在意皮膚很黃 或者怎樣的時候 或者戴上一些歐美的妝 就可以塗這個 這樣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比較黏頭髮 真的很簡單 如果風吹 也會有一點黏 所以大家要留意 如果很介意 很黏的話 就要想一想 或者可以試一下 我今天分享的最後一個顏色 就是這個3CE的Felvet Lip Tint 這個顏色就叫Taupe 開啟的時候其實都很紅 去年我很喜歡買一些 橙橙啡啡的Cardigan 那些Tuttle Neck那些 那些叫什麼 毛衣來穿 那我覺得很靠近的時候 就塗一個這樣的嘴 覺得我真的很帥 那這個顏色呢 其實就限於秋冬先用的 那我也喜歡它 塗上去的感覺 又是很Smooth的 那它說Velvet 其實我塗上去 都有那種 絲絨這麼滑的感覺 那這個其實塗多幾個小時 它會開始乾的 但是一開始 因為Velvet 它就未必是塗得很好的時候 它都容易移動的 就是可能容易轉移顏色 或者是容易黏到牙 這些都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 但是它的顏色真的很帥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韓國品牌的關係 我覺得它這個顏色的深度 啡橙深淺那些 它拿力得很好 而且這一個是一個很顯白的顏色 完全是覺得我塗出來 很有自信 又是那些牙很白啊 臉很白啊 那些最重要是塗到白 到我都害怕 所以這樣最好 這個顏色會有點像脂性的感覺 是啊 未必是每個人都會喜歡 因為可能始終是比較偏深色 未必是每個女生都會接受到 或者是喜歡用的顏色 不過我覺得如果你能夠拿到 或者你夠膽去塗的話 是很有風格的 哈哈 那麼那麼快呢 我們就分享完 今天我們八支的 最愛秋冬順色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已經用 我們其中一種顏色呢 或者令到你很想試一下呢 快點留言告訴我們吧 那好吧 我們下一條Youtube影片再見吧 拜拜 好了好了 好了很辛苦 不好意思 感覺很偉尊 哈哈 哈哈哈哈 好